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很普通 普通应对的变化 这个在过去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配期间这个很正常摆起扳 但是下一手棋 这个棋可以让大家很好的对于这个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Muster在这个地方搬完之后没有把这一下打掉 如果把这一下打掉的话 那么下一手棋 基本上就是两种选择 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是不是跳这个 就是虎这个 把自己呢 走得加强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硬 对方这一夹 基本上是无法抵挡的 无论你粘下边 要粘下边还是粘上边 都不好 这个它一粒 你粘它就供你 眼位没有 齐形凝重 粘下边它就跳 都是一样 就是你没有眼了 然后齐形也很重 被一加已经局部动弹不得了 那么它实战是走了什么呢 让大家觉得 对这个棋有了一个全新认识呢 这个棋啊 脱先了 这招棋呢 应该说在之前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想法 脱先了 好处在哪里啊 我们先说它不好 为什么以前人都要把这打一下 不好就是当对方吃这个的时候 那你这下永远也走不到了 你当然只能从外面打人家提掉 你这下打和里面的粘交换 是永远永远走不到 可是现在这个局面下 对方不会去打这个的 打这个不是明显亏了吗 帮助白棋整形 黑棋吃掉这几木棋 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那么不怕吃 好 那怕不怕加呢 加这个 白棋就长 基本上会粒 粘 那这个跟刚才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非常的关键 这两张没有交换 好处在于 将来这个局部啊 随时都有一夹 你如果斑 抹一长 那注意这个棋 这个字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而这个时候一冲断 黑棋这个地方已经没法抵挡了 只能粘到里面去了 这是出棋的 也就是说 当我 把这个交换完之后 黑棋这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很关键 而白棋这个字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 黑棋现在加很显然也不成立 好 那就是 下一个问题 黑棋也没有好棋走的地方 那黑棋肯定也不走 那白棋就没有必要 把这下打掉之后再花一手棋啊 所以这个局部啊 可以说搬完之后脱先 是带给了职业棋手一个新的思考 因为之前真的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大家就会觉得 走完了 必然就是打完了 要补一个 然后马斯尔脱先了 大家发现 哦 原来这棋还可以这样下 其实也是间接的 开拓了这个职业棋手的思路 这是一步好棋 现在脱先 黑棋也没有棋可下 那黑棋也没棋可下的地方 白棋刚才为什么要花一手棋 然后再加强呢 这是一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布局 现在只能这样啊 白棋靠 这个地方是这样 给大家摆一个这个定式的进行 如果靠的时候 黑棋搬 这个定式 曾经有一阵子也挺 挺多人下的 黑棋下一手 拖完了打一下退 黑棋就进脚了 白棋呢走在外面 这盘棋呢没有这么下 这个黑方呢是挖进去 打了一个这个定式 这也是一个定式 这个定式效果如何呢 黑棋呢吃了脚地 而白棋呢 呃 在外面形成了一个 相当于是外式 呃 如果爱好者对于这个棋型 不太清楚 他该怎么判断呢 可以这样去想 这个棋 黑棋这个则 是不是稍微有点显得可有可无呢 如果这个定式进行成这样 那毋庸置疑 一定是黑棋形式 呃 这个局部有力 局部效率高 呃 吃的木也很大 但是你之前花了一手棋 多了一个子 那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不一定了 所以这个定式在过去的时候 一直认为说黑棋卑鄙好 啊 木树确实是得了不少 但是效率比较就是慢 就是你多花了一手棋在那 嗯 所以现在呢 马特选择完这个定式之后啊 速度很快 手脚了 由于这一袋其实挺有意思的 也没有什么好棋可下 所以黑棋呢 只好比较就是相对来说吧 稳健一些 只好在这拆 他没有办法去下紧凑的下法了 所以他只能走这个 依然不达 这个依然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精髓在于什么呢 在于对方这个字 特别有用 对方粘在这 这个字特别有用 所以你这个字 当被他一刺的时候 我们注意 其实你一点用都没有 你走在这 这只不过是一个 我们话说就是过瘾 过一下瘾 先手嘛 走一下 但是你仔细的去分析 发现这期如果白棋 将来今后要走的时候 我宁可直接走在底下 我瞄了这个 因为同样他要刺我一下的话 那我不要去打这一下 所以有些棋先手要保留 不要把它进 味道都给下进 掉 做这个 那白棋呢 处理一下自己 白棋下一手 尖冲 这又是MASTER的风格啊 他就喜欢尖冲 这种小飞手脚 尖冲完了跳 轮黑了 黑棋一看 这白棋好像也有证实啊 黑棋这个时候呢 坐在这 尖冲 这手棋呢 应该说 当看到这手棋的时候 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很正常 但是当接下来两手棋下完啊 可以说在这个局部 大家又有了 对MASTER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 为什么MASTER出来之后啊 受到了大家密切的关注 还有很多高度的评价 就是因为他下的棋真的是开拓了 大众的视野 不光是爱好者朋友们 就包括职业棋手都觉得 有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折服 虽然说 他只是一个机器 这个AI 他并不是很了解围棋里面的一些 很奥妙的东西啊 他只是靠一种算法 就可以把这个棋下到这么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 这棋其实 当看到尖冲的时候 我想大家跟我一样 首先会想到的是两个应对 一个呢爬下边 一个呢贴上边 因为一般面对尖冲 就这两种下法 那你就要想 我走这个的话 这边挺厚的了 我没有必要 在我厚的地方行骑 那我可能会爬 走点木树 但其实这样黑棋 当然它也很舒服了 自然而然的 把你的形式呢 就给 请消掉了 下一首棋 白棋走哪了呢 这棋也是一招 很神奇的一首棋吧 他就说走这 看着好像完全 不搭尬 我们经常想这首棋 不搭尬呀 这跟这个尖冲 这是挡下来了 这什么意思呢 下一首棋在一跳的时候 豁然开朗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边他觉得 我这个地方是后事了 这个地方我根本就已经是毫无价值的地方了 这个就是他对于这个局部给我们的答案 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说是需要人的思维 还需要扩宽去继续把思路打开的一个很很好的一个证明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黑棋如果现在实战跳出来 那我们发现黑棋在这个地方走了好几首棋 本身他就是活棋 活棋上面再走很多手 也就是无非活棋上面继续走嘛 也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 那我们反观 如果白棋走到这边的话 那这个白棋等于相当于是我是活棋啊 我是后事 我在这一直走 反而让你呢把我这下面的潜力都给倾销掉了 所以知道这首棋实在是太漂亮了 走的啊 实战黑棋贴白棋跳起来 对于这个子呢 完全就是达到一种 不能说无视 但是就是这个棋太不重要了 这个对于一整个局部来说 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分子 他就看清他就好了 哎这样一下这个棋局面确实是这个 这两手棋一下 我们看到白棋的实地立马就 变得很膨胀啊 这个地方 可以说这个一局啊 这个到这里就得分了 黑的只好跳 黑棋 黑棋 想要便宜 但身上也没走到什么东西 这一串白棋行清完之后回到这一户 可以说这一串的黑棋 实在是太消极了 没有办法要走了一个 那么黑白棋往中央一走的时候 黑棋竟然还要担心再被搬出 还得再走 这都没走到木啊 大家可以发现有一天黑白棋把这个跑了的时候 黑棋这个地方真的是显得很愚昧的一种感觉 所以这就是白棋这两招这个境界高 我们说他大局观好 这个真的是这样子 呃 现在走到这之后呢 轮白棋 白棋呢就继续扩张自己 跳 扩张 一步一步的来扩张自己 很大这个木实地的感觉 黑棋呢 点三三 啊这个角呢相对白棋是空虚一些 所以你来活 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给你活了 不硬 继续扩张自己 点一下 先手便宜一下 将来一退呢 这个局部就有一个活棋 那黑棋现在显然已经不可能不进去了 只好进去 这个中央的潜力太大了 这好像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在掌握的 这里啊 这其实对白棋来说 他只要自己全部都厚 他就够了 那一退 他又把这个脚地的 实控看得很紧 那一退 因为已经火了这个脚 这脚是已经杀不掉的 中央 哎 联络自己 其实他每手棋啊 都有他的下一手 比如说你走这个 那我的下一手 哎 我这地方一穿 你刚才尝完了 这就留下了一个鱼味 刺 中央这个棋 黑棋其实很薄 但他都不去这个威胁你 他就是把自己的实控抢一抢 这个刚才我们讲了 这黑棋这串很痛苦 痛苦在哪 还得单关去联络 这个木什么都没走到 黑棋走半天呢 其实所得的非常的少 烤一下 围住自己 其实是这样子收啊 就当白棋走这儿的时候 黑棋如果这个脚死了 这棋肯定就已经不行了 但是呢 黑棋为了火脚啊 又得吃点苦肉计 团 看白棋怎么杀 白棋就把这个断掉 老操先烤 在这个地方 十点苦肉计 想看看能不能出棋 局部是确实没有眼 白棋就断了 那棋就算了 你走这个它都没硬了 都不去杀你 给你活 但是这个棋因为 你在外面 其实已经损一手棋了 我们看这个当初 烤的子是白损进来的 所以即使你活了 实地的差距呢 也是非常大的 白棋靠在这儿 这中央你这块钱 没交代呢 黑棋想要联络 其实你想要联络 他当然也就给你联络了 因为黑棋的整体 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益 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益 翻 退 这现在白棋也就是简明的定型 把这个还爬回来了 这我们刚才说 当白棋爬化的时候 黑棋之前的一串子 都显得很愚昧 现在果然就是这样 因为白棋 实控已经 现在都够了 黑棋呢去这个地方 想要去威胁一下白棋 白棋把自己一补 这地方可以说 黑棋在这继续下呢 也是单关 就是这都无所谓 它都连得很好 白棋现在的实地 已经遥遥领先了 所以后来呢 也是没再交换几部 黑棋一看这棋 想要搞点什么争端 也是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呢 也就投资人负了 应该说这盘棋 两个局部啊 Master都给我们留下了 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么好 这盘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这盘棋要为您带来的呢 是一位韩国棋手 他的名字呢 叫做柳秀航 这样一位棋手 对阵的Master 这个棋手呢 不是在中国特别的出名 所以我们来看看棋 来了解一下他 小木 星位 然后 黑棋挂脚 这个在之前呢 也是有下过 我们在前面的解说当中 也有这样子的局面 走这个 然后形成小灵流的 这盘棋呢 Master挂脚了 他没有硬 当然没有硬的这个下法呢 在他之前的棋手 这个对局当中 也是有的 也出现过 走这个 这个时候呢 他就双飞燕 双飞燕对方的时候 他这棋啊 飞这个 这个在之前有出现过 这样的局面啊 对方就爬了跳了 呃 结果这盘棋呢 这个黑方 这个韩国棋手啊 他是从这里冲断 下的呢 比较积极 接下来 呃 这个定式应该说 也是一个 呃 过去有存在 但是也很久没有人下了 而且同时我们经常讲一个棋的谚语啊 叫做 冲断的话是长一边 对吧 对面对对方冲断 一般就长一边 这种挡 其实 有点俗 不是很 提倡这样下 但是Master他也都这样下 他这个面对对方的冲断 这个棋型 他永远都是挡下去的 这一点也挺有意思的 他说明他的这个棋型的感觉 还是比较紧凑 但是好坏呢 就很难说了 尤其现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特别 不可思议的是 全局一个这么大的大场 被黑棋抢到了 这个 黑棋这儿由于有一吃 这儿可以活 所以黑棋的脚呢 是生死没有任何的顾虑的 而这个被飞住 通常情况下 这种局面太少出现了 不太愿意这个脚 腥味被人家一下摁住 实战呢这个棋 Master下的 这里的这个感觉令人有点不解 说他不解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再往后看 按道理呢 这期下到这儿以后 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现在 这里应该和这里都安定了 这两个子呢 有活力 但是暂时呢 他也够不成对白棋 够不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了 那白棋应该 似乎这个回首回防 应该就是一招必然的一手棋啊 结果呢 这个时候 Master下哪呢 Master跳了一个 这条棋我觉得也 太淡定了吧 这个 在上面的作战当中啊 即使说现在棋盘这儿 有一个这么大的 的 集锁 他都不强 他要把那个棋跳起来 嗯 这部棋 至少让人很疑惑 就是目前不明白他的价值 到底有多大 而这个眼见的这一招 嗯 可以说这 因为这个子基本上已经失去活力了 那白棋究竟在做什么呢 他这一串下下的这些棋 啊 这个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 一个 我们看看后面就会 得到答案了 嗯 小飞 这个也正常 他就拆二 走的都很稳健 这个 他逼住 逼住也是一招很大的棋 因为这个地方有党的先手借用 那就产生了有拖等等的一些变化 所以逼这个呢 是对那边的一个呼应 呃 黑棋基本上也不太愿意去补啊 这棋肯定是不甘心补一个的 你越 在自己这种棋上补效率越低 呃 不好 等于是这样嘛 如果你补一招的话 等于你呃 这样子的棋型 然后 过一会儿没事干 你自己又补了一个这个 这个可能 我相信有段位的 这个爱好者 应该都不会下吧 这肯定应该不走的 才好嘛 那对方这点一下 其实也没亏特别多 呃 所以你要用这种手搁的去分析呢 就是白棋 其实他也没有亏很多 他在外面借用 这个时候黑棋一定要撑住 就是我不能补 这个地方呢 我就是要让你这两招 变成妥妥的损棋 你点被我给吃了啊 让你这个棋永远找不回来 这个损失 那效率是可以的 好 我们再继续看现在这个局面 嗯 白棋逼住 黑棋呢 露一个 应该说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思路 但是下一手棋啊 我觉得 可能让几乎所有的这些棋手来猜 也不太有人会想到这一招 嗯 那 通常嘛 我们走这个 对吧 如果我想追求外边的形式 我不要脚地 或者我顶一个 这最常用的 或者我小尖啊 或者我尖里面 这些都是对于这个二四的清分呢 比较常用的 常规下法 下一招棋 白棋走哪了 白棋走在了天上 这个天上 居然是在这里 这个 真的是让人看到围棋 其实真的是很自由的啊 如果你的思路真的局限 局限于比如说就像这些 这些里面 那少了很多的变化乐趣啊 这时候他走这儿 呃 不能不说 真的是 至少是我在我看来很难去解释这招棋 到底什么意图 不知道 他的意图呢 就是要用后面很多的连续 就是后续他的一些应对 来呼应到他前面的这个思想 所以现在 我们还看不出来 他要干嘛 那这手棋 毋庸置疑 这个棋的木肯定是亏多了 对吧 你走在这儿 和人家走在这儿交换 实地上 白棋一定是 不占优的 黑棋现在打入进来了 我先点了一下 先冲 一条 黑棋呢 活自己 倒 那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呢 有点味道 这个味道 现在就要来借用一下 嗯 不给他度过 他在这儿冲 当然这个地方你其实白棋想要说活是不可能的 你靠他就冲你 你没有气 你杀棋杀不过他 所以他其实就是想要借用 把自己这个死掉的棋子呢 借用 是这个围棋里面 呃 对于气掉这个子的 利用的越 就是你这个利用率利用的越好 那你这个棋子气的就越精妙 如果说你压根就没什么借用的 就死了一块 那就真的是死了 那不是棋子 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他现在这个棋呢 白棋就在借用他这个味道 那么白棋呢得到这个地方好像隐隐约约把自己给走墙了 他呢在这个地方呢又继续用墙贴 那黑棋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还执着于这两个子的话 很有可能你下边这块 因为眼型已经不足 你需要去做活了 如果你脱先肯定是不行 你不能说现在黑棋还依然很悠哉的长 那你这块就可能多半要死了 他就坚了一走 所以他也不敢 那实战呢他是靠 想在这个地方 获得一些便宜 嗯 下一手棋的这个棋 其实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一定是得冲出来 但是呢 这个棋 黑方还是有点财迷 他就是职责于这个地方的墓术 他要从这个地方回去 觉得墓术重要 但是我们再交换几手棋以后看 黑棋确实这个实地是挺大的 这个吃掉 他可能觉得这个被煎以后还要收气呢 他有点难受 他所以他不愿意这样下他 下到从底下连过 可是我们现在在隐隐约约一看 白棋似乎这个中央的阵势 哎 白棋又形成了一种好像潜在的模样 嗯 这个也是AI就是人工智能啊 他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一方面我们觉得他特别的重视实控 对于实地的把握真的是寸途不让 走的很紧 紧凑 但是你看他很多时候啊 他都很喜欢经营中央 在中央形成一定的潜力 可是他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 他并不是专门去围中央的 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业余爱好者和 这个现在下期的这个AI 完全不同的地方 大家有的时候 是真的在围空啊 在围这个中央的空 那就不对 这个其实你的效率是 没法体现的 你走一手 其实对方跟着硬 两个人这样 经过一个正常的次序交换 然后中央形成了潜力 这个是效率最高的 而你走一手 再走一手 拼命的一手一手围的空 这种空真的围不大 对方只要使用渗透的方式 这期就不行了 现在这个局面呢 白棋没有走到什么 特别奇怪 就是一定要围空的地方 但是他的子 都向着中央 包括刚才这种很奇怪的子 他也都向着中央 隐隐约约 他就会发挥作用 所以这个是 MASTER 比较厉害 也很有趣的地方 我们来看 黑棋继续呢 取自己的地 是吧 走到底下 白棋一肩冲 我们就看他这个口子 好像似乎很快就要合住了 所以有的时候取地 也不能取得太执着 打破了一团棋的平衡 那这个棋可能就很难追上 走成这样了之后 白棋现在呢 其实啊 这个地方 靠一下是白棋的绝对权利 靠完之后把这捕一个 这块应该是黑棋就进不来了 但他始终不愿意去下这种棋 也是让我们再对这个AI 有个另外的一个理解 就是他从来都不喜欢下后手 他就喜欢下先手 他现在他走这个 还算是在这个袋继续让你有一些 他要把这个缝隙给他封住 可是这个地方很明显 大家发现他没有靠这一下的话 这明显就有一个跳出啊 但这一刻呢 他又选择了 转了 这个是真的很厉害 他又从这边转了 我们会觉得他的思路 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怎么走了一圈 最后又把这个子逃出来 又转到下面的时空了 让黑棋就不是明显把你的这个 证事给清销了吗 但是他其实呢 也有他自己的打算 打算是什么呢 就是他觉得 这边反正都是蚕子 你这里 你比如说这些子你想吃都给你吃 你破我 就是把中间 刚才那些蚕子的地方给他破掉 那些他觉得本身也不是时空 他这个有一个度他自己在这把握 围到什么程度 他觉得就满意了 嗯 接下来呢 黑棋 黑棋先抽 这儿多几个 黑棋又把这个木树呢给围住 但是似乎啊 我们发现跟马特尔下棋 如果你的木只是靠围的 呃 你永远也围不过他 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 在对于掌握局面 这个应该说毋庸置疑 肯定是比人类要强 一贴回 其实我们发现黑棋破了半天白棋 刚才说这个都进来了 但是也没破到特别多 这个实地也没有 呃 把白棋破的特别的说 不得了 然后飞 这其实本来都是你的啊 他就 他只要围到这一线 也就是他的那个计算方式里面 就是他要围到这一线 至于刚才我们说 这些都想围上的 他也没有这想法 他觉得这样就够了 走成这样了之后 黑棋尖这个很大 白棋就继续在这一个一个的走 对走成这样 先手走掉 开始收关了 这小关子都是 点住啊 要求便宜 这他都给他便宜 你想便宜都给你走到 我现在没走 顶了一个 这边呢 黑棋的售获也是巨大的 但是 白棋呢 把这个地方啊 又给连回来了 这招棋呢 也是超级大 当黑棋走这个的时候 大家注意 白棋一拐 黑棋一走 这是黑棋一个失误 他没注意 哎呀这个被一拐 这棋你现在不能粘了 粘被收起收死了 只能回去 黑棋 白棋可以先手 把这都提掉 然后再回过头来补 盘面 黑棋都不够了 这个差距也是非常的大 嗯 可以说很奇怪 黑棋一直在捞地 白棋呢 没有走什么特别出色的棋啊 但是他的思路 始终是连贯的 就是在中央行棋之后 自然而然的 就呈现出了这个结果 嗯 那么好 这盘棋呢 我们就给你加到这里